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目前的游戏市场上 优秀的动作游戏可设施层数不穷 除了一些经典的动作游戏之外 玩家对于高难度的游戏 像是爱尔登法环 黑暗灵魂等游戏 更是评价甚好 但是有些游戏却因为其玩法的限制 而逐渐撼住玩家的视野当中 最经典的代表就是无双系列了 在小时候,可说是人人都在玩的无双游戏系列 如今却甚少在玩家之间引起讨论 那今天呢,就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曾经凤迷游戏界的无双游戏系列 如今为何不再记起玩家的日情 人气下滑的原因 无双玩法目前所有的主要问题 以及应该如何对其进行改革 如果有任何遗漏或是错误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无双系列目前发指的 是由光荣特库膜的旗下团队 Omega Force所开发的游戏系列 其中又以真上国无双 战国无双 海贼无双等游戏最为知名 无双系列以一起当千的爽快感 以及谁都能轻松地游玩的方式 在初退出时 就相当的受玩家的欢迎 由于当时市面上对游戏的开发技术 还没那么成熟 而光荣特库膜所发明的玩法 在当时急剧创新 首先 玩家只要通过轻功计和重功计 两个按钮的组合 就能使角色释放非常多样化的招式 而且所有角色的操作 都遵从同一套按键逻辑 可以说上手似乎无门槛 除此之外 畅快的打击感 敌人同屏人数 和可操控角色数量 在当时也是游戏界中 独书一致的存在 如第一次采用无双玩法的 真三国无双2 就将各势力武将数量 提升到了40亿名 且武将各具特色 所以玩家不会感到厌倦 除了记忆三国史的真三国无双外 光荣也开始结合一些动漫厂商 来发行游戏 如2007年发布的 第一代高达无双 游戏系统承熄了 无双系列的风格和体验 玩家可以驾驶各自的MS 与大量的敌军进行战斗 体验一击当千的爽快感 大部分玩家 对于高达无双的剧情 与画面都占预有加 但对其本质上 依旧是个各草游戏的感到不满 目前距离光荣发布 最新一代的高达无双 已经是2013年了 距今已有9年的时间 所以大概率也不会再有高达无双的星座了 除此之外 光荣还结合了北斗神权之部动漫作品 发布北斗无双 进行动漫画面的再现 北斗无双和其他无双系列游戏一样 可以打倒很多突如其来的敌人 然而游戏的敌人同频人数却不高 与比时大多无双系列游戏的 引起玩家社群间的不满 目前也与高达无双一样 没有发布新作很长一段时间了 在任天堂方面呢 光荣特库摩与任天堂 携手一起推出了 赛尔达无双 与2014年在家用游戏机VU发行 主线剧情是以赛尔达的故事为基础 林克作为实习兵 前驱拯救赛尔达公主的故事 并在2020年退出第二代 赛尔达无双 灾厄启示录 主线剧情是以赛尔达传说 旷野之西 同一个世界观为基础 林克与赛尔达公主 必须阻止灾厄复活 并拯救世界的故事 算是旷野之西的平行世界 赛尔达无双 在玩家社群中的评价普遍较高 玩家趁其是无双动作和赛尔达精彩世界的合体 因此收到了玩家的热爱 但由于本质上依旧是个粉丝像游戏 所以在普遍玩家之间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讨论 目前第二代在音乐和沉浸感方面 广受玩家好评 但由于发布在Nitendo Suite上 不管是画面还是手感 与其他无双系列作品相比都比较差强人意 虽然光荣在无双的题材上尝试很多不同的风格 但游戏玩法上依旧没有改变 玩家对于奇异如既往的割草玩法已经不太买单 因此他们后续的真三国无双系列 就每况愈下了 第四代的91万 第五代的42万 目前最新一代的第八代 在发布三个月后 加上数位版的销量 才勉强达到73万的销量 系列已经不再受玩家们的欢迎了 接下来要和玩家聊一下 为什么玩家会渐渐对无双玩法感到厌倦 其实无双系列会不如以往火红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玩法不够创新了 从真三国无双第二代开始 光荣就一直维持无双系列的割草玩法 一直保持冤状 玩家就会渐渐的厌倦 没有了玩游戏时候的新鲜感 虽然之后发布的新作加入了许多的小改变 技能也变得华丽了很多 但可惜的是 禁欲其外 败序其中 玩法内和上并没有多少变化 玩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验 除此之外 由于光荣为了增加市场的销量 因此不断的降低游戏的难度 使游戏变得毫无乐趣 虽然游戏中是有难度划分的 可是改的只是敌人的血量 AI本身并没有变聪明 满屏的小兵也极少攻击玩家 而且一旦打出了高级武器 装上了之后 基本上就如割草一半 对玩家来说毫无挑战力 被誉为无双割草游戏 三大动作游戏之一 忍者龙剑传的制作人 版人半信就曾公开表达过 对无双系列的不满 他说 居然有人认为 这种拿着镰刀 瘦割农众物的游戏很有趣 拜托 你们是农民吗 除此之外 光荣的花式炒冷饭 也引起玩家社群的极具不满 自三国无双戏开始 一部三国或战国无双游戏 后续还会退出 猛将船 帝国 和一些多如牛毛的服装 武器和道具等DLC 据统计 如果买其所有DLC 总计划销会达到游戏收价的4到5倍 而这些DLC作用 只是每关而已 并不会为游戏增加任何内容 2007年 光荣把三国无双和战国无双 两部无双的世界观 抽到了一起后 发布了无双大蛇制部作品 因此收到了不错的回响 他们从此开启了 万物皆可无双的时代 玩家逐渐开始审美疲劳 销量与口碑开始下滑 光荣甚至被玩家们调侃为暗容 销价太高 也是无双系列的一大问题 光荣在销价上 直接把自己的游戏 和一线3A的价格 画上了等号 然而质量 却不如其他动作类游戏大作 如 真三国无双霸 帝国 竟要价美金 84.99 无双大蛇山 要价美金 59.99 最近作品《三国无双5》 也要价美金60块 高昂的价格 不仅劝推一些想要入坑的新玩家 也使忠实玩家非常不满 2018年发布的《真三国无双霸》 可以说是《三国无双》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光荣称之是无双系列 首次使用开放式世界的作品 让玩家非常期待 但实际结果却暴露了制作方 在技术和理念上的短板 繁琐且不够离成竞感的自线任务 新增的打猎钓鱼等系统 与原有的框架无法融合 地图虽然是开放世界 但广茅且缺乏互动要素 虽然新增了不少武器和角色 但武器和角色之间都差不多 只是换了个外皮而已 游戏体验极差 《真三国无双霸》 在刚发布的第一周 Steam商店页面好评仅27% 属于差评如潮 虽然之后2021年发布的 《真三国无双霸帝国》 修正了不少Bug 但依旧糟糕的画质 以及会蒙蒙的渲染 各种模糊不清的贴图 让玩家不敢相信 这是一款2021年发布的游戏 其售价比兼足流山A大作 质量却跟不上 虽然《真三国无双霸》 仅仅是将地图改成开放式的世界 但是玩家的口碑和市场反应却滑落得非常严重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玩家主要不满意的点 并不仅仅是光荣把《真三国无双霸》 改成开放式世界而已 而是不满光荣在无双IP上不停的吵冷饭 不停使用重复的剧情模式敷衍玩家 数量庞大的大众脸角色 除了可以被选择之外 在剧情上几乎毫无存在感 从第三代以来 各种靠堆积角色来拉动游戏日渡的做法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不少新玩家 但再这样下去的话呢 光荣很可能会亲自毁了《无双》这个经典IP 在《真三国无双霸》改良失败 遭遇口碑销量华铁炉后 光荣又迅速推出了沿用旧玩法的《无双大蛇3》 来指亏回血 主打卖点之一就是 突破吉尼四纪录的170名可控角色 虽然评价不错 但却走上了同样的循环 随后发布的《海贼无双4》 也依旧维持了之前的先性各场玩法 2021年发布了《战国无双5》 光荣在此之上进行了些许的改良 因此无论是操控感还是仓快杜手感 都令人满意 游戏的同频敌兵数量 相比前作业有真无减 不过就单凭在剧情和画风方面做出的创新 玩法依旧没有改变 并不能掩盖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割草游戏 虽然《无双》系列并非一直停滞不前 而是一直在创新方面上小修小改 像是《无双大蛇3》就引用了一套全新的神技系统 在战斗中 玩家可以消耗能量潮来发动不同的神速攻击 且可以根据每个角色配备的神器不同 蛇产生的效果也会全然不同 然而整体上并没有多少实质的创新 更多的是将系列中的不同元素仓促的混杂在一起 讽刺的是玩家虽然对《无双》的割草玩法感到不满 但小修小改的《无双大蛇3》 却依然比大到阔斧的《真三国无双霸》 不管是在销量还是口碑上都来得好 相比于《真三国无双霸》的《大到阔斧》 《战国无双5》的创新骑士 更适合《无双》系列的改革道路 以《战国无双》来说 光荣可以增加一些对剧情重要的武将 将目光放在剧情上 删减一些不重要的武将 如《真三国无双》里的《董白》和《夏后世》等 而不是单纯的增加角色的数量 除此之外 可以在保有基础操作系统手感的同时 引入不破坏原有体系的新系统 保证有一定挑战难度的深度玩法 不已不在那么浮夸和脸谱化的美术和剧情 是当下《无双》系列寻求活力的最佳解决方案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不知道玩家们对《无双》游戏玩法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玩家们也不妨在下面留言分享哦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个影片见 大家拜拜